耶诞佳节即将来到明晴幼儿园的小朋友 与黎明教养怨生今天陆续到施工所送上耶诞祝福 在孩子们的手写卡片以及应景的歌声中 施工所充满浓浓的耶诞气氛 而市长魏家宴也发送糖果给孩子们 要祝大家耶诞节快乐 明晴幼儿园四个小朋友在园长刘美颖的代理之下 来到花莲施工所祝市长哥哥圣诞快乐 同时他们也手写卡片等圣诞礼物 祝福市长身体健康实证顺利 让市长魏家宴感到非常的窝心 谢谢 让我们清理学校 让我们的学校跟教室都亮晶晶的 谢谢 你叫我和圣诞老公公一样爱我们 我们爱你 爱大家谢谢 好吗那你有什么话要跟市长哥哥 好谢谢 哇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然后最后要干嘛 说什么 我爱你 爱大家 谢谢 魏家宴市长也特别准备顺带小礼物送给孩子们 小朋友都笑得很开心 紧接着黎明教养院院生也来到施工所报家音 院生们边唱边跳 即使跟不上节拍 脸上也都始终保持着大大的笑容 让现场的同仁感受到他们带来的欢乐 市长魏家宴也同样发送了小礼物 祝福他们圣诞快乐 今天有两个单位来华联市公所做报家音的动作 那第一个单位是我们民情幼儿园 那其实真的很开心 有四位的孩子们来跟我说谢谢 那其实民情的诊修 公所出了不少的一些经费 那未来我们在民情幼儿园的部分 我们会持续的来关注 那还有就是我们 跟我们长期合作的我们的黎明教养院 那其实我们今天来了非常多的一个院生 那我们所有的宝贝们都每一年都会来 华联市公所做报家音的动作 那其实我想特殊的宝贝们 要给他们很大的一个鼓励 那也希望说未来我们这样的活动 公所可以持续的跟他们做合作 那在很多的福利 政策福利上面 我们也会全力的来协助黎明 看到院生们的演出 市长非常感动 他也希望大家都给这些小天使们鼓励 同时他也呼吁社会大众 要关心弱势族群 有多余的物资 可以转正给各个社福机构 在岁末年中寒冬送暖 让弱势族群更加暖心 介络会欢迎视报导